太平区的新高国小在去年一期校舍完工启用之后招收21班 校方也持续规划二期校舍的工程 无奈碰上疫情原物料上涨 原本编列的经费不够流标了三次 台中市议员在议会上也积极向市府反应 由于校区位在新光重化区 人口快速成长 因此校方希望能够在年底前顺利发包 才能够赶上明年度的新生的救度需求 纯白的色彩加入鲜明的色块流线型的设计 这栋性的校舍是去年刚完工启用的新高国小 启用后招收21班全部满额 额锦铃盖好的校舍旁规划将新建第二期工程 但无奈碰到疫情来搅局 让工程迟迟无法顺利发包 在上次临时会的时候 我有在市议会里面有跟我们卢市长建议 就是说因为我们太平区的新高国小 有二期校舍的新建的计划 那因为现在原物料上涨 以及所谓的原本编例的经费 其实不太足够 那导致有先减项 但是一直经历过四次的流标 那都没有顺利招标出去 那于是我在市议有权利跟市长来去 希望他要求并且支持在地的教育 感谢市政府要全力支持我们基层教育的一个行列 那最主要是我们太平区这边的住民是越来越多的趋向 所以我们学童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更希望说二期校区能尽快顺利来完成 校舍的二期工程是否编列三亿多的工程费用 受到一起影响 建材原物料价格上涨 导致原本编列新建二期的经费不够 因此先行减项 但还是流标三次 也让校方是相当无奈 地方民代也积极在议事堂上争取最佳预算 希望让校舍能够顺利招标 两次流标之后 我们又启动一个流标会议 做了部分的一个减项 让我们的单价来接近这个市场行情 那我们期盼这一次的第四次 这样的一个招标过程 能够顺利来发报完成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里面 搭配112学年度来使用新的校舍 相表示二期工程预计将新建一栋教学大楼 规划45间教室 以及一栋活动中心并设置专科教室 由于校区位在新光重化区 人口成长快速 因此今年底希望能够顺利发包动工 才能够赶上明年度的学生就学需求 介绍长台中厂报道